这家咖啡店怎么没有开门啊 我还想先喝一杯咖啡的 但是既然没有开门的话 那就算了 我们还是先把我的蔬菜店给开起来吧 因为我发现蔬菜非常赚钱 而且买的人也特别的多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小镇 没有人种菜的原因吧 所以他们吃的蔬菜全部都是买的 这就便宜我了 来我这里买蔬菜的人越多 我就赚的越多 蔬菜全部都摆好了 就只等别人来购买了 这么早就开门了啊 对啊 你想要买些什么呢 我需要三个西红柿 没有问题啊 我帮你拿吧 谢谢你了 哎你先等等啊 还没有付钱了 哦我忘记了 需要多少钱啊 需要三块金条 钱已经给你了 还好我反应过来了 要不然就亏本了 好了 第一笔生意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的 今天应该也可以赚到不少的钱 哼 那边的咖啡店 为什么今天还没有开门啊 我都有点想去喝咖啡了 今天我又要开始整人了 哦 你要整那个卖蔬菜的人吗 没错 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情报 所以要想整他的话 还是很容易的 昨天你不是才整完那个咖啡店老板吗 对呀 难道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今天我们继续故技重施吧 和昨天整那个咖啡店老板一样 来整这个卖菜的 好吧 我也觉得很好玩 今天来买菜的人不多啊 看来今天的收入应该不太行 哦 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嗨老板 小姐姐 你想想买些什么啊 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哦 我只是来看看你 啊 什么意思 这个角度 先来一张吧 把画面放大一些 才能拍得清楚 这张不够亲你啊 因为我觉得你长得很帅啊 等等 等等 有话好说 你不要离我这么近啊 怎么了 你很讨厌我吗 不错不错 这个角度最好了 让我来拍清楚一些 好了 又拍到了一张 我们可以撤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啊 到底是啥情况 我怎么搞不明白呢 这件事情很可以啊 今天的垃圾还真是多啊 她出来了 你好啊 夫人我这里拍到了两张照片 对你很有帮助 啥 照片啊 关于你老公的 你看了就知道了 怎么会这样 气死我了 哈哈 看来这次的机会也成功了 已经到晚上了 肯定不会有人再来买东西了 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吧 好了 全都拿上了 那我们回家吧 哦 怎么了 老爸 你闯大祸了 老妈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吧 你还敢狡辩 啊 我狡辩啥了我 我今天一直都在卖菜啊 老爸 不要说了 老妈手里有证据啊 什么证据啊 你们两个都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感觉听不懂呢 你还不承认是吧 那你自己好好看看 这两张照片吧 让我看看 这不是白天那个小姐姐吗 我去 这一张是什么情况 给我滚出去 不要再回来了 别啊 这都是误会 还敢说误会 看我不打死你 我要打了 我马上出去 快点离开这里 怎么会这样啊 天上开始下雨了 看来老天都觉得我很惨啊 哎 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他还是不能原谅我 我一定要把那个背后凶手给找出来 要不然我和我媳妇就真的完蛋了 真的肚子好饿 先乞讨一些东西吃吧 拿着钱去买吃的吧 实在是太感谢了 我们先用这些钱去买点吃的吧 把东西吃完 继续乞讨吧 哦 这不是那个卖菜的老板吗 都已经沦落到乞讨了呀 给他一些钱吧 嗯 又有人给我钱了 谢谢你 莫胜人 不用谢 因为你现在这样 都是我干的 嘿嘿嘿 嘿嘿嘿 啊 原来是你 不要动 有枪 哼 你跟我回去 向我媳妇解释一下吧 继续往前走 要不然我开枪了 不要我开枪 开门 你还回来干嘛 嗯 媳妇 她有话要说 之前我给你的照片都是假的 因为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是我派她接近你老公的 嗯 然后 我就偷偷的在拍照 哦 怎么这样 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没事的 只要我能和好就好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